梁美芬議員 主席 主席 如果你再繼續是這樣 我們的財委會 大家怎麼可以繼續正常運作 剛才馬耀添法律顧問很清楚地說了 這個是主席你的著情權 你是每一個委員會 我們參加這麼多委員會這麼多年 主席是可以第一輪第二輪 一路發言之後 你認為有充分的討論就可以滑線 我是不打算禁制 但是我見到我一路數下去 是超過了七位 你第一要交代為什麼七位之後還可以繼續問 第二何時才有一個了結 這些問題 根本大家不可能繼續無限期地討論下去 主席我很希望你再解釋一下 你怎樣執行你剛才的裁決 主席 我還可以第二輪發言 第三輪發言 根據你們的說法 我還可以第二輪發言 我還沒用完我的時間 請請梁國雄議員 你尊重 尊重會議的規定 我自己還可以按 我又沒問過第一輪發言 是不是惡就可以完全 這個是不是你們推廣的民主 大家不要再對答先 你是不是推廣這種民主 你剛才說沒問過的人 是可以發問的 梁國雄議員 求求規程問題優先 你都做過學生會的 主席 我希望梁國雄議員 不要只是用詆毀人去發表他的意見 這樣是沒辦法說服其他不同意他的議員的 學生會都是規程問題優先的 也都不應該在人家發言的時候插言 因為剛才梁國雄議員要求我做一個小小的解釋一下 我都應該 是本來應該要說的了 就是本來安排是七位發言 這樣的時間也都應該差不多接近可以進入到 但是由於剩下的幾位 剛剛可以足夠今天 大概在結束之前 預計可以完結之前 就完成了 但是很不幸 因為這個安排 這個安排 可能我們和秘書之間 都會是一個 可以說 很難安排得準確 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也都作出這個決定了 今天的會議呢 我們數數一個清楚的數據呢 已經是182位的發言完成了的 也都有相當多問題 已經提了出來 也都有相當多問題 是重複的 無論怎樣 我們都已經做了相當多的民政府 和我們參與了很多的討論 在這裏呢 也都剛才由法律顧問 提供了他的法律意見 作為主席呢 我是決定 在這一個 今天的第三節完成之後呢 我們應該 應該 為這個會議的紀律 為這個會議的未來的安排 作出一個基本的 清楚的下一步安排 就是會進入 三十七A的有關 以示的程序 所以呢 我在這裏 和大家說 我是有一個承擔 我是必須要在下一次會議裏面 是安排三十七A 給大家 討論之後 或者是要處理之後呢 我們會正常進入回有關的項目 這裏呢 我就不希望大家作其他討論了 今晚的時間也都到 那麽我要通知 那麽我就通知 我們的會議在這裏結束 那麽我就通知